在这普通的世界中 有人精瘦S大种族 美族开局人口 2000人 如你所见 这次的四族之战 开局直接2000人 但代价就是 本场比赛 关闭了文明的后代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四族 将不会有人口增长 一共就是2000人 死完就没了 当然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就变成长寿大赛了 那就看谁活的时间长 就完事了呗 所以 本场比赛 开启外交叛乱 各国内外 都可以进行亲切友好的焦虑 此外 还开启了自然灾害 和其他灾害 什么闪电 陨石 恶魔 邪法 也会来 跟大家进行热情的互动 大概 那么 规则介绍完毕 请各位选出 你看好的种族 四大种族 2000人生存大赛 现在开始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游戏刚开始 人类和精灵 就已经建立了分城 那为什么这次 他俩如此迅速呢 难道 这背后 又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 深层原因 都不是 主要是因为 放置2000人 这个活 太费事了 等我四个种族全都完 他俩分城都建好了 不过 问题不大 这点优势 对比赛结果 影响微乎其微 并且 他们也完全不在乎这个 因为他们还有 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 什么事情呢 你看 这个小镇里 这密密麻麻的 这是人吗 这是一张张吃饭的嘴啊 国家刚建起来 一穷二百 哪有那么多粮食 共地千多少人造 小人们饿得团团转 这闪耀的红光 跟奥特曼一样 这是快要挂掉的征兆了 精灵这边呢 也是一样 随便挑一个 那保湿度都是低 这可如何是好 总部中比赛还没开始 人都全饿死了 那比赛就从长寿大赛 变成扛饿大赛了 于是 在赛事组委会的紧急磋商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打开世界法则 关闭饥饿 这样 他们不吃东西 也不会饿死了 哈哈 问题完美解决 哎 你又没听到什么声音啊 小问题 小问题 不就是被饮食杀了吗 人类人口就少了 少了小一千嘛 这不是还有一千吗 但是 俗话说的好嘛 浓缩的都是精华 人类这不就被浓缩了吗 刚才的事情呢 我保证 纯属意外 比赛继续 你看我都说是意外嘛 陨石砸到人这种事呢 纯粹是小概率事件 你看这颗不就没砸到吗 我发誓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鼠标都没动啊 那两颗饮食咔咔就砸下来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经过陨石的帮助 人类成功穿越兽人 摆脱了垫底的命运 而矮人和精灵兵不血刃 靠着自己的八字发展得极其顺利 看精灵这边 现在一共有五座城市 其中一座还建出水平 建出风采 建在了柠檬岛上 这算是第一个 踏足其他小岛的种族了 这些分城 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人口 确保鸡蛋不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一些精灵 就喜欢挤在主城 导致精灵主城 依然有1800多人口 对于其他精灵的劝导 他们不屑一顾 能我们1800算啥 矮人主城 有1900多人口呢 不是一点事没吗 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事 好歹 静灵也挨了一发 人口减少了 100多8 86 6654 54 青年纪元 减少了968 名次来到第二 而矮人发挥稳定 以人口1999 稳占第一 人类第三 人口126 而兽人 人口下降的有点快呀 就剩六个人 但好消息是 他们还有三座城 啊不 是两座 那好吧 是一座 好的 观众朋友们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个兽人 阿格 现在 他已经75岁高龄 这个年龄 对兽人来说 已经是高兽了 兽人的一生 是如此的短暂 犹如流星般 转瞬即逝 也许在未来某一天 阿格 也将如流星般 转瞬即逝 但这是因为短暂 所以 才会被人们铭记 看 这个流星 不就被 矮人铭记了吗 这发一时 直接砸在了 矮人城边 也砸在了 矮人的大动脉上 人口大量下跌 仅剩下 415人 名次也来到了第二的位置 精灵呢 顺势来到第一 人口和兵力 都碾压其他三足 这你不得搞点事吗 公元70年 精灵宣戴人类 此时 人类人口 仅剩13人 这波是以大欺笑 人类为矣 但正义可能会迟到 等永远不会缺席 出现了 天降正义 这一家伙下去了 精灵人口再次锐减 而与此同时 兽人阿格 驾鹤西去 树人帝国灭亡 紧接着 矮人向精灵宣战 派兵进攻 精灵柠檬岛 而精灵部队 此刻还在进攻人类 人类人口还剩一人 不知道在哪窝 但这边 矮人都攻破柠檬岛了 下一步就是攻入精灵岛 面对偷家为敌 公元84 精灵消灭人类 万师回朝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矮人们已经攻入了精灵内部 胜利的曙光 在向矮人招手 这场比赛胜负一分 让我们提前恭喜矮人 与精灵帝国达成合约 两国重归于好 此消息一出 便在矮人国内 引起轩人大波 陈等正欲战死 陛下何故先想 你看 精灵一个兵都没了 你这光怎么当的 于是116你 矮人K成起义 矮人国随即派兵平叛 虽然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 但是人口也再次损失大半 随后矮人人数开始断崖式下跌 124年还是150人 21年后就剩仨了 158年 最后一个矮人 他配合在田间劳作 随后安然离世 矮人帝国灭亡 那么 让我们恭喜精灵 取得了本次比赛的胜利 为精灵 新生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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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理破